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开与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又是跟饮食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最近做这么多饮食相关的主题呢 因为呢 除了我在双河湾那边有做一些固定的路出 有做这个专题之外 个人觉得啊 随着这个时序的演进 虽然现在大家感觉上还算是夏天夏日延延 可是呢 即将时序要进入了秋天 再过几天就中秋了 那再来就是冬天 那我们说 一年四季当中 秋天有一个名词叫贴秋标 就是呢 趁秋天的时候 好好的养养身子 让自己可以过冬 所以呢 在这样的前提跟背景之下 虽然是有一点硬扯啦 用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最近做很多饮食 不过呢 其实在饮食的文字 或者饮食的文学当中 我觉得它是一个 不能轻易进入的领域 因为一旦进入之后你就迷上了 所以因为前阵子跟大家谈的不管是重地书啊 上海老味道啊等等等等 我都觉得怎么有人啊 可以把这种食物需要靠鼻子 需要靠舌头 甚至于需要靠触摸的东西 这么能够耀然纸上 而且活色生香 让人真的是垂涎三尺这样子 所以呢 今天选的这一本书叫做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它的副标题是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你想不想做菜哦 还是你觉得呢 你是自认是个君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君子愿刨厨 OK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哦 在过完我有一段时间 是住在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那算是过一个半隐居的生活 在那里呢 我自己就被迫 必须要自己下厨 否则根本没有什么外食可以买 但是呢 我在那样的经验当中 真的感觉到 当一个人哦 你能够跟食物做这么亲密的接触 你不再只是去付钱点个餐 然后把它吃下肚 而是你从它的食材挑选清洗 然后呢 刀工切洗煮 不管是任何的烹调方法 我觉得那是跟你的生命一个很 密切连结的一个行为 跟一个动作 所以呢 这一本书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因为这个作者是 庄祖仪小姐 那是由猫头鹰出版社出版的 在2012年的三月份出版 为什么说它很特别呢 是因为这一个人 那这一个人呢 由我来介绍 可能会介绍有点掉漆哦 我想呢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由他来介绍 庄祖仪比我是适合的不到几万倍哦 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就是 这本书的出版社 猫头鹰出版社的总编辑 谢宜英 总编辑 宜英你好 大家好 盖鱼好 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介绍庄祖仪 那祖仪真的是很特别 如果客观来看 人美 声音美 他还出过CD 然后 所以他是出过唱片的歌手 就是 是 真是不得了 然后各位可以上网去追踪一下 他有非常多的歌迷 虽然他只出过一张CD 那现在也不太提起这件往事 因为他有更多的梦想要追逐 嘿 然后 像是在做菜这方面吗 对 这件事情 其实对很多规规矩矩 上学考连考 然后考得又还不错的小孩子来讲 你如果跟妈妈说 我要去学做菜 大概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反对吧 是 尤其我觉得是要把时代背景拉远一点 是 因为以现代像现在电视上名厨这么多 不管在台湾华文地区还是在国外 可是我们知道这些名厨 或者是这些投入做菜的人 在他投入的那个年代 是没有所谓的名厨 是 没有这个前瞻者 没有什么阿基斯啊 对 而且他又是一个高学历分子 对不对 对对 他 他 从 从学院里 叛逃 而且他学的是人类学 他是在纽约去学文化人类学 然后那个时候 他在去纽约之前 其实已经在国中教书了 那就说一路走来其实蛮顺遂的 可是可是到了纽约念书的时候 就发现说压力好大哦 然后我们一般知道留学生大概就是拼命的苦读嘛 那大家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各有方法去疏解压力 那煮一不晓得怎么就突然觉得他就很想要切菜 洗菜 煮菜 他其实去之前是不会煮的 有一天在末大的压力之下 他就去市场 就去超市嘛 在美国的那种supermarket 去买了一块牛肉 然后就硬生认把它煮成牛肉面 其实很难吃 等于他还是把它吃了下去 然后吃下去那种感觉 他觉得说 你看在学术理论里头 你看到那么多的文字 那么多知识 你摸不到 闻不到 抓不到 你把它读进去了 那它变什么出来 你不知道 可是食物不一样 食物是有很有趣的事情 就说做菜你是看得到 摸得到 闻得到 然后你还吃得到 而且你只要付出 你就有收获 是 应该这么说 在学术里面 学术的环境常常是用一个概念 诠释另外一个概念 所以他就等于用虚的东西 去诠释一个虚的东西 那所以有时候如果 你在这过程当中 常会觉得 它根本就是漫步在云端 虚无缥缈这样子 可是接触食物 它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东西 是 而且你可以得到立即的回馈 是 因为其实 做人类学研究 以我的了解 常常有时候你 比如说进入一个文化环境 或者是进入一个部落 有时候在那边泡个十年八年 是经常有的事 而你在那边混了十年八年之后 你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 一个好的研究 也不知道 好 就算是一个好的研究 又得到学术圈里面的赞赏跟认同 那是不是能够再扩大它的影响力 又是一个很大的温暴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跟理解 尤其在做这个人文哲学研究 经常是要很耐得住非常大的一个寂寞 那我回到祖仪的这本书 就是说他这本书其实有六个章节 各自是从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好像据你刚刚所提的 跟他前一本书 就是他的第一本叫做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是不太一样的调性 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用一个脉络的方式 让我们了解一下 他从他的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到后来这个第二本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各自是说些什么 然后有什么不同 第一本书当然一定是从 他怎么从学院出走 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厨师 这整个的过程 那等于是在第一本书就交代了 所以他等于是放弃了他的学术 对对 然后而且我如果没有看错话书里面 他也真的是进入正式的厨艺学校去学 对而且是他其实已经在写博士论文了 大家知道在那个阶段其实已经临门一脚 你就可以拿到博士了 可是他就在那个当下 那正好也刚新婚 然后就必须在那个先生工作附近租房子 当然也是他念书的地方 然后他就发现说 有个叫做 那个是马州的 美国马州的剑桥厨艺学校 然后他经过那个学校的时候 要去找那个房子 就看他经过那个学校 然后是一大片的玻璃 里头有好多好多穿着 那个厨师服的学生正在学习 他就被吸引住了 然后走来走去都一直看到 然后那附近有一个屋顶的房子 然后有个很大的厨房 好像每一步都在暗示 他的他应该往哪里去 所以他终于忍不住 他就去报名了 而且就在他入住屋子 我记得是八月 然后厨艺学校是九月开学 厨艺学校是九月开学 所以很快的一切顺理成长 他很快就决定 但是在决定的时候 他有征询过父母的意见 这比较动人的是说 他的父母二话不说 老实说主义那时候 已经三十多岁 那你博士都快拿到手了 念书念了大半辈子了 这个时候妈妈说 好你喜欢你就去做 如果学费不够我支持你 他感动得不得了 真的很感动耶 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当然很多年后 他父亲就说 哎呀你其实你的厨艺 都是遗传至我的 因为他说他也很会做菜 对那老实说 因为他做一个厨师 有他一个人类学的背景 其实很多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他也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厨子 他对于饮食的观念 其实常常会用他学术上的训练 来分析来看待 那然后用我们一般人 可以很容易接受的语言 就是说在无形中 就加深了整个饮食文化的 那个水准 那让我们对于饮食 不再只是单纯的 满足口腹之欲这样的东西 尤其在精神面上的启迪 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很有意思的 其实呢 谈到这边的话 在我看这本书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里面 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呢 叫做厨师的土著化 是 因为很多人一提到 可能谈吃有关的这个文字 他可能就会 可能比较粗浅的就是谈 这个是什么菜啊 有多好吃啊等等的 那再深入一点 就是他怎么做啊 他食材啊 这个菜的故事啊 然后再深入一点的就是 把这个菜放到当初发源的文化背景里去看 可是呢 我觉得 主意在这本书里面更特别的就是 尤其在厨师的土著化 他似乎把 做菜这个动作 把它完全的融入到一个 一个 一个文化行为里面 甚至于是 不同的文化行为 因为再怎么样 菜就是最末端的呈现嘛 可是总是要有一个厨师去做它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篇里面 他虽然谈的是他怎么去 怎么去 怎么去 从他人类学里面的学习 去呼应到他 在学习做菜里面的一些过程 像是他在这个 在厨房实习的时候 有一次为了 因为很忙嘛 有次为了去赶这个速度 的一个部分就切到自己的手 然后他当下觉得好像 应该会被骂啊怎么样了 而且会搞得一团糟 就想不到他整个厨房里面的同事 全部都用一种 用一种 嗯 你是跟我同一国的那种角度 你看我这边也有巴 你看我这边也有巴 所以其实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既然是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可不可以请怡音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 呃 如果从一个人类学家 当一个厨子 他做菜 然后他又写 跟做菜有关的 他的这本书的一个 呃 我应该这么问吗 就是说他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因为其实他的背景 能够做这些事已经很特别了 是 可是如果就以文字 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些 呃 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 对 除了说他 我觉得 我可以借用 呃 蔡朱尔对他的一个 观观察号 他说 其实我们在看他的书 看主义的书 其实关于食物的秘迹啊 或者是滋味的描述 其实 不是重点 嗯 反而是说 他在整个文字呈现出一种 很浓郁的人味 嗯 嘿 嘿 那就说 因为你说穿的 其实食物就是跟人有关的 嗯 嗯 你知道这个食物 然后呢 知道是什么人帮你做的 嗯 然后是什么人吃下去的 嗯 那是怎么做 嗯 这样食物对我们才有意义 是 嘿 我觉得这个的分析 我觉得非常到位 嗯 嘿 因为蔡朱尔本身也是 呃 一个 呃 他没有从学院叛逃 嗯 他完成学业 然后也是用学院训练的语言文字 嗯 来为我们描述这个饮食的世界 是 是 多么的美好 是 而且还结合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的训练 是 就是说 那我们看到食物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一个瓜 一个果 嗯 嘿 你可以有不同的思考 嘿 其实呢 就 讲到这边我就想到 蔡朱尔为这本书写了序里面的一段话 她说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饮食文字 有料 有趣 有味 有人 而且有观点 是 正是食物书写的梦幻文体 是的 所以呢 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 刚才提到 她的一个身份的特殊 一导致于她写的东西 是如此的 不同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人的深度 文化的深度 还有各方面的一个层次 可是呢 好像除了 这个祖怡跟蔡朱尔之外 好像还有很多这种 我们说一场欲整合 有没有 她原本不是 原本不是搞饮食的 然后后来去当一个厨子 然后还写很多 很好的这个作品 可不可以 帮我们介绍多一点 因为我想说 今天这本书就是一个破口 是 阅读 衍生更多的阅读 对 以书来读书 也真的是我们 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要去找很多书 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你认识的朋友 介绍你呀 或者你认识的作者 介绍你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途径 而且很巧的是说 也是在今年 我今年也认识的一位 也是从学院里叛逃的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然后投身做厨子 那很巧的也是 这是庄主仪 为我介绍的一个 英国作者 叫做福侠 福侠 英国的作者 是 这个福侠是 辅助彩侠 这两个字是 他自己学了中文之后 然后选定 然后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美 因为不愧为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然后他写作一本 其实已经是在英语世界是一个经典的 饮食文学界也是一个经典的著作叫 鱼翅与花椒 鱼翅与花椒 是的 就我们认识的那个鱼翅羹的鱼翅 是 花椒 常常会用在这个做一些 川菜料理 川菜的调味 黑黑一粒一粒 对 会有辛辣的那个 对 最重要是麻 麻 对对对 花椒是麻 对不起 对对 没有关系 你不是厨子 福侠 他一次从剑桥大学毕业 然后呢 其实是一路走来 都是在学院的训练下 那英国人跟我们一样 常常觉得 煮菜给人家吃 不是什么上在了台面的大行业 当然我说的是二三十年前 当然 当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现在餐饮学校非常的旺盛 年轻学生也很向往 做一个大厨师 那毕竟从前觉得厨子嘛 不是厨师哦 厨子就是煮菜嘛 所以他其实九岁的时候就觉得 他应该做一个厨子 因为他觉得煮菜对他有莫大的吸引力 然后也是因缘机会 后来他申请了到中国大陆去做 少数民族的研究 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所以是假公祭司就对了 结果无意中走入了饮食的世界 那他到中国的时候是成都 他后来回想说 他第一点到达成都 其实非常幸运 因为成都很和善 非常非常和善 然后很喜欢跟陌生人攀谈 他想如果第一天他就到达湖南 这个都是革命分子的地方 那种飘悍的地方 后果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那成都人很热情 然后成都的菜 其实成都的菜跟那个重庆的菜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就讲川菜川菜 那其实他的辣有不同 那成都的辣比较温润 所以他一开始 其实对于外国人来讲 应该是比较容易入口的 所以从此他就跑到成都 然后去找了一间正式的厨艺学校 然后当然他们叫厨艺学校 就是厨师养成的学校这样子 然后拜托他们收他这个学生 那四周围都是当地的小伙子 然后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像怪物一样 他们那个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外国人来 而且还是个女的 大家简直是歧视的不得了 对 他后来慢慢的克服种种的困难 然后真的正式成为一个中菜的厨子 然后也写了很多关于中菜的书 那鱼翅与花椒也是他的一个 就文化的观点来分析中国食物 然后也记录他在中国这个 吃食物的各种历血 非常精彩的文章 尤其是他在对中文的学习 跟对我们中国经典里头 关于饮食 他的诠释非常到位 所以这是猫头鹰的新书 对 鱼翅与花椒 那今天真的很丰富 除了谈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之外 又为我们介绍了各个不同的作者 但他们本身都有一个共同性 就是他们从原本的专业领域而跨入 这个最吸引人也最能够满足人类 最根本需求的一个领域 叫做饮食 那我想其实在这本书当中 刚才在前面有提到 它有六个篇章 那只是说这六个篇章 我实在是很难一一为大家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挑出来跟大家说 可是我只能这样说 这本书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本 如果你从最浅的把它当成是一本 我们说做菜基本技术的一个指南 那它第一章有提到 那你想要去了解 它跟饮食有关的一些有趣的部分 那是第二章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饮食的文化观察 还有各个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篇文章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关于喝饮料这件事情 对 它的文化背景 就我们东方人的文化背景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人的文化背景 跟欧美人对饮料 比如说我们去吃东西 点个饮料 要加钱等等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从这些蛛丝马鸡当中 你知道吗 人类学家 如果你去读它的学术文章 你真的头会很痛 可是呢 如果你读一个 有人类学训练的背景 跟你谈饮食 那真是太有趣了 对 因为它可以很丰富 很完整细节的 为你呈现 人为什么之所以为人 而且为什么之所以有这样的 饮食文化特性行为展现 所以呢 这是一本很丰富的作品 可是呢 它读起来非常轻松 因为它好像是从它的 部落格文章摘出来 然后再另外去做一些编排嘛 很有趣是这三位 三位女厨师 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他们的文章 都非常幽默 诙谐 然后 因为从学院的训练 也都 书都读得很好 所以它的文字都很精准 但是又可以跟我们一般 大众打交道 所以读他们文章非常轻松 而且轻松你还会有所得 我觉得这个是读书最快乐的境界了 所以呢 请各位我们的好朋友们 各位听众们 不要错过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其实大家都想做菜 那当然我们在 这一系列谈饮食当中的各个作品 包含今天录音的内容 谈到的也都可以 去试着去阅读 做参考 用饮食 丰富你的人生 今天很谢谢 怡音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那也谢谢各位的收听 期待我们未来 为各位推出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